各位网友 各位同胞 大家好 我是老兵来昂 欢迎来到民族阵线 那么这一集呢 我们接着来说博瓜瓜的事情 那么主要有几个事情 第一个呢 就是博瓜瓜任职的加拿大鲍尔公司 鲍尔集团关闭了在中国大陆所有的业务 这家机构到底是干嘛的 第二个 博瓜瓜为什么叫博瓜瓜 就是中共啊 它的内部有很多的这些高干子女 它差不多算下来有19个都喜欢叫ABB这种模式的 这有什么意思 第三呢 现在是结完婚以后呢 他们是公开亮相了 那么看看他这个国民党深蓝家族是怎么说的 我觉得这些都比较好奇 我们一起来谈一谈 首先第一个 我们看要一则新闻 这个新闻是今年的五月份的时候发布的 加拿大鲍尔集团拒报关闭在华公司 从事金融服务的加拿大鲍尔集团拒报 已关闭旗下的中国投资公司 并解雇了所有里面的员工 据路透社星期三引述知情人士报道 加拿大鲍尔集团子公司 在近几周解雇旗下鲍尔赛加上海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所有17名当地员工 已逐步关闭之间成立于2019年 位于上海的独资公司 知情人士说 关闭该公司是因为加拿大鲍尔集团改变了策略 加拿大鲍尔集团发言人说 对其在投资管理业务上的决策进行调整 结束其在中国的公共股权投资战略 发言人并未对解雇当年而过发表评论 发言人说 中国公司对中国的未来情景和经济增长保持乐观 秉承加拿大鲍尔集团将继续在中国投资 通过其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许可证 投资于中国大陆的公开股票市场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许可证 允许境外机构投资中国的上市证券的同时 无计在中国开展业务 也就是说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可以在中国进行炒股票 那么大家想想想看 我之前是怎么说的 我说中共的这个A股里面 是不是有大量的高干子弟在这个里面 大家现在你才就是很清楚了吧 而且你看啊 你像那个什么胡耀邦孙女 都是在中国瑞士银行大中华区总裁 所以说他们很多都是在金融领域上上班的 或者在金融领域里面 用自己的资源进行一些投资 那说白了这种资源在我看来 不就是内幕消息吗 或者说本身就是坐庄的 知道游戏规则是怎么制定 怎么玩的 有些怎么样消息 那在这个里面你不是买哪只股票 哪只股票涨啊 对吧 很多人都说有没有小道消息啊 在中国炒股票 你要有小道消息 如果有内幕消息的话 我就去买这只股票 那么内幕消息的源头是哪里啊 源头不就是在他们身上吗 他们就是内幕消息啊 所以说股神巴菲特也没什么好去追捧的 因为股神巴菲特都是靠内幕消息炒股票的 那在中国其实这些高干子鸡也是这样的呀 那你他自己去炒这个股票 那肯定起来不合适啊 找中国的公司 对吧 熟人太多也不合适 所以我说过他们和外资是深度结合在一起的 那他们有消息 有有信 那让外资去运作 运作成功以后 通过外资这种管道 直接把钱转移到海外去 好的不得了 所以说你说这个勃呱呱 在他用美国的律师执照 然后又有 又可以在加拿大的鲍尔集团公司里面上班 那一个是 老外的公司在中国投资 在商延商 他都要通过高干子地 就哪怕你现在没有内幕的消息 但是你要知道 鲍尔公司 他有 他只是说2019年在中国开这个公司 但是他很早就进入到中国了 他的其他的业务很早就进入中国 而且他们和薄熙来家族的关系是非常深厚的 也就从改革开放 人家就已经在经营这种关系了 从以前薄熙来在大连 在辽宁的时候就已经经营这种关系了 所以他们也很懂得在中国 要想要赚 一本万利 不投 不亏钱的买卖 就必须要跟这些权贵 家族去结合 才能够弄大票 稳赚不赔的 所以人家也不是傻蛋 知道你中国的这个行情是什么样的行情 所以为什么习总上来以后 不让这些任何一个高干家庭 太子党进入到决策圈 哪怕是中央委员都不行 更别说政治局委员了 中央委员里面一个都没有的 有的话也叫你提前退退休 对吧 像之前有某位部长 也是就提前退休了 还没到六六七七上八下这个时候了 到六十五年龄一到你就退吧 这一届第二个任期还没干完呢 你就退吧 所以说这就是习总看得很清楚 就说这这些个家伙 阿尔巴特大街的儿女们一进来 就是干这些事 但是你看说你听说过习总有过这些新闻吗 没有的 对吧 但薄熙来一直以来跟这些外资的这些关系就很密切 包括对吧 如果说他是当国家主席的话 那你想想看中国是不是被他们给使劲的拿捏 那还有这个什么储君什么孙政才 那孙政才 也是这个 跟美国的农业部关系好的很 跟共和共和党的这些关系都都这么好 那那你觉得他要是在当年当总理的话 中国会怎么样 他们可都是家家户户都是吃转基金食品的 是不是 所以为什么一定要弄掉弄掉他们 这有原因的 所以说你想想看 那即使薄熙来他儿子已经跟国内没什么联系了 但是他是熟悉 他是熟悉中共内部的一切的一切 那么这种高干家族还不熟悉吗 中国内部的组织结构术权力架构 大部分老百姓是云里雾里的 对吧 你连你们村委会里面 哪些是村委委员 你可能都不知道吧 对不对 村民委员会 谁是书记 你可能知道 谁是主任 你可能知道 那副书记是谁啊 这里面的村民委员会里面是谁 你村民的党总织里面是有几个党员 哪些村民是党员 是这个党总织党支部里面的 这些成员 你也不知道 你更不清楚 他的组织架构术了 有些时候 他是刻意不让你去知道 因为你搞明白 你这人不是变刁民 你不是挺难搞的吗 就好像 有的时候 他也懒得给你来扑 也给你来扑法 因为 比如说现在蓝阳说 小子我弄死你 你打电话 我打电话恐吓你 或者我当面恐吓你 你有这个证据录下来了 你报警 如果你懂法的 你跟警察讲 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2条的规定 我通过书面形式 音频形式 口头形式 威胁你的 叫你去死 我弄死你的 我是可以被拘留 刑人拘留5天的 以后你记住了 别人谁跟你讲这个话 你只要有证据 你去叫警察 警察他一般人 他是不想管的 他威胁你 他也没有怎么干你 但是像最爱中国 这种口头威胁 是要被拘留5天的 就是说 以司法的这种形式 去震慑他 去干啥事 所以说 这个就是 蓝阳讲的 就是说 我举了一个很小的例子 你普通老百姓 你连这个 最基本的很多东西 都不知道的 知识面不是很广 但是像薄瓜瓜 他们对中共内部 谁哪个家族好 哪个家族不好 中国的组织架构术 这套体系是怎么运作的 哪些部门去管什么事情 他一清二楚 他们很清楚的 所以说 他可以在加拿大 鲍尔公司去认知 那么 那么同样的 这家公司 为什么在中国 这么早就退出了 这个我也说过 你去找 县政府的这个 政敌的儿子 去当顾问 那你在中国还想开来业务 再加上 加拿大跟中国的关系 这些年是坠入底谷的 那习总在APEC 在G20峰会 可以跟英国的见面 可以跟澳大利亚的见面 可以跟新西兰的见面 可以跟美国的见面 但就是不跟加拿大见面 就是这种冷冻的这种状态 你可想知道 加拿大跟中国现在是什么关系 所以这种公司 其实还有一个性质 就是这种公司 很多都是谍报公司 就是谍报人员 大家知道 他既在这里赚钱 又干谍报的事情 你记住 在华的这些什么律师事务所 很多老外的律师事务所 和什么投资公司 这种人不多的 你说一般投资公司 你再怎么样 几百几千个人 你是要有的 至少几百个人 你弄十几个人 这个谍报性质太明显了吧 间谍性质太明显了吧 就很多这样什么咨询公司 顾问公司 律师事务所 什么投资公司 还没什么炒股票的 对吧 人家都知道 在中国 你别干别的生意 只要你在A股 进行做空机制 比他们干啥生意都挣钱 是不是 所以你想想看 可想知道 有些美国大的那些 犹太资本的一些公司 在中国 他们背后 是哪些 哪些 阿尔巴特大街的儿女 在当这个 顾问 你得看明白这个东西 所以说 最近 你看到 这些股票都往下掉 这个东西还不好说 我现在 有些网友在问我 我现在跟别的 做金融的 粉丝 在一些比较资深的 在稍微聊聊聊聊 有这两天还要进行观察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还要观察 这是一个事情 那 还有就是 这个薄瓜瓜 他为什么叫薄瓜瓜 其实这个薄瓜瓜的原名 他不叫薄瓜瓜 这个名字很霸气的 这他原名叫什么 他原名叫薄矿义 就意为矿氏义才 是薄一薄取的名字 那么 这个薄瓜瓜呢 在接受这个媒体采访时 就说过 他说自己 给自己叫这个瓜瓜 也叫家里人 叫他父亲 也叫他瓜瓜 就可以了 为什么叫这样的名字 这个瓜是西瓜的瓜 南瓜的瓜 哈密瓜的瓜 就这个意思 你还有什么意思呢 对吧 包括 还有一些 其他的一些高干子女 比如说 毛泽东的曾孙 叫毛冬冬 李福春的女儿 叫李特特 罗瑞青的女儿 叫罗寥寥 啊 十九个家庭 给后代取代名 总数超过三十个人 原因是什么 因为他 因为他们 父辈们呢 都比较 就是说 受教育程度比较高 而且呢 就喜欢叫这种 比较屌的名字 对吧 但是你的子女 如果叫这种 这种屌的名字 那大家都知道 是啥意思 比如说刘备 给自己的养子 叫刘锋 对吧 亲儿子 叫刘善 封善 封善干嘛 到皇帝吗 封善大典 对吧 那 你这名字 叫的这么屌 在中国古代 普通老百姓 都不敢叫 特别屌的名字 你叫特别屌的名字 你会引来杀身之祸的 只有那些皇亲贵族 特别是皇帝 才敢叫屌的名字 甚至你像 对吧 雍正上台以后 对吧 印针 爱信就叫印针 他自己可以叫印针 其他的兄弟 逼他的会 都改名叫什么 允祥 允祀 允堂 其实他们都叫 印针 允堂 印祥 印提 都名字都改了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霸气的 屌的 唯一的 独一无二的 那都是一把手叫的 你相信叫这个名字 你想干什么 矿裔 矿世 异财 那就是说 你们家族是不是 很有野心 子女将来 是想什么 都要掌握最高权力 你们是不是在活动 是不是在搞串联 所以 就是大概是这么个意思 所以说这名字 必须要改 因为 可见这种 高干子女的家庭 也不是说 像我们普通人 想的那么那么的 好好过 那也是防止防纳的 甚至啊 他们自己喝的矿泉水 都要自己去不同的便利店 去采购 不怎么喝 这个组织上面发的 就是自己去采购 甚至有的家庭 他自己开火灶 自己做饭的 它是这么一回事 因为这个里面 商户之间的这种 我们讲啊 暗地里的东西太多了 动不动 可能就是 就是到这个权力斗争 所以要叫这样 这样的蝶名 ABB这种形式 那他们现在结了婚呢 他们这个 台湾的这个娘家 这个岳父家呢 也出来说话了 他什么大舅子 还有他的岳父都出来了 就说这个女的 这个小许 是一直都养尊处优的 然后他们也说 这个找到这个伯格瓜呢 也是挺满意的 但总共是 对女的家属 就有点不舍 大概大距离结合婚以后 就是在国外生活 在加拿大生活 大概是这么一回事 反正呢 也没有过度的说什么话 也都是一些 什么什么 比如说什么 祝福的这种话吧 所以这 这种结合在我看来 也是非常奇葩的 国共 这二发言是国共结合 对吧 是属于国共合作 对吧 所以可见 这些家族啊 深蓝的 他们都很害怕 因为中共到时候 打到台湾去 不一定清算民进党的人 就绿色的人 不一定清理 但是这些蓝色的人 肯定要清理的 所以呢 就赶紧的 找到一个地方 该转移钱财 转移钱财 就是弄个窝 该转移转移 该怎么样 怎么样 这是这么一回事 他们可能也认为 台湾可能就是很难待 还有的人说 认识伯伯伯伯 可以在大陆开展业务了 这他妈的是 什么脑子会说出这种话 他能开展业务 伯伯伯伯伯 是什么身份 大家说是不是 好吧 就说这么多 谢谢各位支持